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基金我追通 我是罗继夫 上个礼拜全球金融市场表现还不错 各国的股市涨幅都还蛮大的 不过在我们修了一个中秋的廉价回来之后 似乎有点猪羊变色 金融市场开始又动荡了 为什么呢 上个礼拜六发生一件大事 让全球金融市场 这个礼拜可能要稍微紧张一下 什么大事呢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大油田 被无人机给攻击了 这一攻击不得了 整个全球的能源的价格暴涨 来我们来看一下 布兰特园有一天涨了14% 你看这个一根线这样抖起来 这14%也创下了近30年来的最大的涨幅 所以你看这个威力有多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西德州原油的价格也是一样 涨幅也有14% 那这个也是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 那应该是说它的涨幅是创了这个历史新高 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涨幅不用讲 下个礼拜如果你是开车主的话 你要去加油的话 荷包大概要大失血了 这个涨幅可能会蛮大的 不过因为我们的油价有动涨的机制 希望不要到动涨的价格 要不然大家都动不掉 好那大家会想如果这个油价继续暴涨下去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市场估计这个油田因为是一个大油田 它这个被炸之后至少根据沙古地阿拉伯官方的说法是要一个礼拜才能够恢复部分的供给 如果要全面恢复要好几个礼拜 但是因为现在每天全球原油的产出是大概800多万桶 这个一炸只剩下570万桶 所以你看这个影响有多大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情况能够改善 如果没有的话油价可能就会继续的往上飙了 那油价暴涨对于我们的投资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最首当其中的当然是全球的航空类股 你看到不管是台湾的也好 或者是国外的航空类股这两天也是跌得明明茂茂的 因为航空业需要的原油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原油的价格上升 它的成本上升的话就把它的获利给吃掉了 好那这个是首当其中受到冲击的类股 那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看 当然对于全球股市来讲 这个事情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礼拜一的美国股市开盘之后呢 各大指数都是呈现下跌的 这个影响有多久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下去 因为如果真的要把这一次的这个 沙奴地阿拉伯油田被炸的事情往前追溯的话 应该可以追溯到今年4月的时候 美国将这个伊朗的这个他们自己的军队列为恐怖组织 这件事情开始呢你就可以看到有邮轮被截 还有这个伊朗呢攻击的这个美国的邮轮 扣留的英国的邮轮 无人机去攻击这个邮轮等等的事件 都发生了一直到这次为止 所以你看4月到现在已经快半年的时间了 如果这不安的情绪继续持续下去的话 对全球股市来讲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了 那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你有做投资的人一定也要注意这件事情 如果有一些是依赖石油进口非常重的国家 比如说谁呢像印度的话 当油价上涨的时候 它国内的通膨压力就会上来了 之前呢印度就是因为油价上涨 所以它的印度的通膨一直压不下来 好不容易喘口气 现在又来那么一招 所以印度的通膨要特别少行就是了 好那还有呢 虽然有利空 但是对某些类股呢或某些的商品来讲 也许是利多 比如像金价 上个礼拜呢因为全球股市 还有这个整个投资气氛变得比较平缓了 所以呢金价稍微回稳了 不过呢昨天这个油田一炸之后的 也让金价重新回到了每盎司 1500元以上的价位 那如果这个不确定因素持续的话 金价还会往上走 那当然对能源类股 尤其像台湾你看这个台硕化的股价 就因为这样子呢 而重新回到了百元以上 成为百元俱乐部的一元 这个呢算是油价暴涨之后的受贿类股跟商品 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呢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时候呢 就会有些避险的资金跑到一些货币上面去 比如说像什么呢 美元日币还有瑞士法兰 这都是所谓的避险货币 所以呢由这个油价暴涨 这件事情呢我们看一下 你手上的投资会不会都牵扯到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呢 如果有的话你可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 好那当然了 讲到油价我们就顺便来看一下能源基金的表现 今年以来能源基金的表现说实在话还不错啦 还可以啦 你可以看到今年表现最好是这一档 它不是真正的能源 应该是说它是替代能源 今年的涨幅这是以美元计价有28% 那就算这一个月来呢 你看这个一个月来能源基金的涨幅算是还不错的 都有将近快一成的涨幅 三个月的话呢 开始就有些负报酬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油价过去的低档呢 对能源类股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空啦 所以呢要涨涨不上去 但是最近这一个月以来你看 这些报酬就还不错 那不过拉长时间到一年的话 几乎都是负报酬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换算成台币的报酬率又如何呢 一样第一档 这一档跟上面第一名的一样 换算成台币报酬率之后 比刚刚的美元计价好一点呢 为什么呢 因为美元对台币是升值的 换算成台币之后就有一些汇兑的收益 好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台币的表现 基本上跟刚刚讲的情况是一样 最近这一个月以来表现还不错 不过把时间拉长到三个月 六个月跟一年的话呢 就有出现负报酬了 好如果你真的要做能源基金的投资的话 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 最好就是做波段的操作 虽然这个最近这几天 能源的价格一直往上走 但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冒进 因为毕竟这只是一个单一的攻击事件 而且美国也说他会释出这个储备原油 来平衡一下油价 所以不要太冲动 还是观察一下 等到真正基本面经济好转之后 原油的需求增加之后 你再来布局我觉得都还来得及 千万不要因为这时候 一时的油价波动做出错误的决定 以上这些相关的讯息给大家做参考 如果大家有任何基金问题的话 欢迎到MiningDJ的TV粉丝团里面来留言 我们会提供给大家满意的答案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